你为什么要跟他住在一起 你明明有老婆 你为什么要跟他住在一起 我跟他住在一起 我住的房子啊 你为什么要跟他住在一起 你有老婆 我住的房子啊 你是不是道德败坏 我道德败坏 那让他去起诉我嘛 视频中这个被指责的男人名叫吴军 45岁的他 却欺骗了24岁的年轻女孩艾小雨 与他谈恋爱时 却与多个女人保持的暧昧关系 因为男友吴军 艾小雨甚至染上了疾病 而吴军却想将他一脚踢开 这对情侣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 吴军为什么这样对待女友呢 艾小雨告诉记者 自己24岁 男友45岁 两个人认识的时候 自己刚刚大学毕业 男友则在工地上打工 在网上相谈甚欢之后 就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两人的感情也威胁了一年多了 现在男友已经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了 自己发消息也得不到回应 面对男友如此逃避的态度 他觉得可能是和自己发现男友的转账记录有关 之前一次意外 自己发现男友多次给女主播送礼物聊天 并且每个月都会给一个名叫万菲菲的女人转账 这对于第一次恋爱的她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 所以就去质问了男友 男友解释说万菲菲是公司的会计 因为工作的原因 所以才会有多次转账的记录 对于男友的这种解释 艾小雨却并不相信 她带着记者来到了男友县居的小区 却发现男友并不在家里 艾小雨告诉记者 在两人交往了九个月之后 男友邀请他来长沙一起生活 为了两人的未来 艾小雨接受了吴俊的建议 吴君虽然比自己大21岁 也不是很有钱 但是对自己却很好 涉事卫生的小姑娘 深深的以为这就是爱情 义无反顾和男友生活在了一起 在出租屋没有找到男友 艾小雨又来到了男友工作的工地 在这里吴君终于露面了 一见面 吴君就否认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不是男女朋友 对 那 他是搞直播的 我们是在抖音平台的时候的 他在这边主 在这边搞直播 搞直播 对 那我相信你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对 他说艾小雨是在这边做直播的 两人是通过抖音认识的 也不存在任何的关系 自己已经在走起诉流程了 因为艾小雨拿着刀去自己女儿的学校 恐吓了女儿 还在网络上传播自己的隐私 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听着男友的一声声指责 艾小雨表示 自己并没有恐吓别人 所谓的工作隐私 只是自己发现男友与其他女人暧昧的证据 但吴娟却觉得艾小雨的行为触犯了自己的底线 他也不能原谅艾小雨 拒绝和对方沟通 说完就直接离开了 看着如此绝情的男友 艾小雨伤心不已 自己和吴娟不仅是男女朋友 还为对方怀过一次孕 而他之所以会去找对方的女儿 也是想得知男友的下落 根本就没有恐吓他 现在男友态度大变 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并且他还发现吴娟一直给万飞飞转账 那时的他刚刚终止了妊娠 因为两人的经济情况都比较紧张 吴娟就带着他去了一个小医院做人留 手术之后 他就感觉身体不舒服 后来就自己去做了一个全套的妇科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有宫颈癌变的风险 而这之后 男友却冷漠的将自己拉黑了 他觉得这和男友的转账记录有关 万飞飞和吴娟的关系一定不一般 随后他通过网络找到了万飞飞 他就说他转账是转给财务是这一品 他给你的名字是什么 他给你微信备注的名字是什么 28月份不是给你转了很多钱吗 就差不多一万块钱吧 那个时候刚认识 那就是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 他那时候给你转件钱是多什么追求 应该算是吧 就追求你 他用钱去疯狂的去追求别人 对 他每天 但是你这样会感动吗 你会带他有好感吗 稍微有一点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他如果不给你钱的话 你会东西用吗 应该不会 万飞飞表示 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会计 和吴君是在一次酒席上认识的 之后吴君就开始追求自己 但是吴君是已婚的 自己就拒绝了 吴君却表示 自己虽然没有离婚 但是和妻子也没什么感情了 不离婚也只是为了孩子 之后万飞飞就和吴君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已婚的身份始终是一颗定时炸弹 万飞飞和吴君在一起几个月之后 还是选择了分手 听见万飞飞的说法 艾小语沉默了 此刻她的心中又是什么想法呢 就是她当初 她有举到一个红色的本本给我看 她说她离婚了 对 说你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时候 不是住在一起的时候 是后来 嗯 就是大概 大概 分开之后吧 分开之后 他跟你说他离了婚的 对 艾小语告诉记者 当时吴君给自己看了离婚者 说他已经离婚了 自己就傻傻的相信了 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和吴君在一起 你明明有老婆 你为什么要跟他住在一起 我跟他住在一起 我住的房子啊 你为什么要跟他住在一起 你有老婆 我住的房子啊 你是不是道德败坏 我道德败坏 那让他去起诉我吗 之后记者想办法联系上了吴君的妻底 和你姐夫现在目前究竟是离婚状态 他还是没有离婚的状态 这些委托人对我姐姐眼里都是第三者 他们都知道 知道 跟我姐夫 是他们有这个 他们有家庭的 他们还在一起 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知道他们有家庭 为什么要跟他们在一起 对方直言 自己的姐姐姐夫并没有离婚 无论是万菲菲还是艾小语 都是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 他劝艾小语不要再执着着这段错误的感情 听到这番话之后 艾小语感觉 无比绝望 吴君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他哭诉着自己还一直对吴君抱有期待 没想到这一段初恋落的这个结果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还是因为终止妊娠染上了疾病 他多次找到吴君 也是希望对方能够对他负责 没想到吴君却对自己不管不顾 这一年多 自己真心相待 而吴君却全是虚情假意 艾小语伤心不已 但这段感情带来的伤害 自己已经无法承受 他决定找到吴君 将事情做一个了断 再次见到吴君 吴君却表示自己会向法院起诉艾小语 自己是负责接待工作 转账记录也都是工作需要 并不是什么不正当关系 艾小语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工作 并且还一次要挟自己给钱 自己也和艾小语没什么好说的 看着男友现在还在说谎 艾小语其不打一处来 吴君一直否认和自己的关系 并且还一直强调自己的主播身份 就是想站在道德高点指责自己 如此伤害自己 却想拍拍屁股走人 艾小语无奈之下选择了报警 但即便是这样 吴君依旧在撇清自己 但如果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两人又为什么会住在一起呢 最终在警察和记者的追问下 吴君还是承认了自己和艾小语同居过 而这并不存在欺骗 艾小语是一个成年人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他被艾小语年长了21岁 他这样做的道德底线又在哪里呢 面对如此不负责任的男人 再纠缠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艾小语还年轻 人生也绝不应该因为渣男走入绝境 希望他及时醒悟 走出阴霾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